我先回答這個 slide 上面的 剛剛有同學在問 這個 PDF 跟他放在同一個資料架上的雲端 把它下載之後可不可以看 原則上他的 PDF 會跟他的專案檔放在一起 所以其實你有沒有放在那個資料架沒有任何關係 專案檔就帶走了 這樣你了解嗎 所以你在 Focusite 裡面打開都可以看 但是他可不可以拿出來 這個我倒沒有特別再去試一下 也就是說如果現在這個 PDF 放在這個裡面了 對不對 你要從這邊再把它拿出來 再把它拿出來 好像沒有 特別再拿出來的 那個 取出的功能 等於說你自己原子檔你還是要自己留著一下 那第二個呢 剛剛有同學在問就是 這裡 匯出成 ESG 是不是要費用 好這裡我稍微修正一下 我們現在用的是國際版 所以剛剛有同學在問 我這裡匯出的時候 好像變成 ESG 他就會要你升級 有沒有 但是在簡體版的部分 就是那個 我們 一開始介紹他有兩個授權 你在簡體那邊他是可以輸出 ESG 可以輸出 ESG 那在國際版這邊 他這個是付費的這樣子 所以這個我稍微修正一下 最後呢 剛剛同學有問 如果他用了 簡體版的 那你剛剛這邊的註冊帳號 有共通嗎 沒有 兩個 因為授權方案不一樣 所以他兩個 信箱是分開 所以你這邊註冊一個 在那邊還要註冊一個 那如果你不是真心的 我剛好跟同學介紹 如果你真的 不是真心的 請會用這個關鍵字 拋棄式信箱 信箱皆可拋 好嗎 因為那 簡體的要認證嘛 你就找 那我最常用是10分鐘的 10分鐘自動消費 那麼有的 信箱是有 你可以大概指定一段時間 一段時間自動消費的 也有 所以像這種網站 其實蠻多的 你進去之後呢 像這種就馬上取得一個 而且呢 他會告訴你這些網域 他 一段時間就會換 一段時間就會換 這樣了解了 萬一超過10分鐘還想用的 在這裡跟他講 神啊 再給我10分鐘 這樣會嗎 這樣OK啦 所以反正 那種服務很多啦 你就可以稍微看一下 看看哪一個 比較符合你的需求啦 這樣還沒問題 不要客氣喔 你如果有問題的話 在這邊問也可以 好在這邊問也OK 不要客氣喔 就能讓他